我发现我的这一盆月季 它长了这个红蜘蛛 这个月季长红蜘蛛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月季 但是怕去养它就是因为这一点 但是我怕 因为我有诀窍 之前这一盆它是长过红蜘蛛的 现在它放在这一盆的旁边 它都没有长 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看这里 这是之前这一颗月季 得了这个红蜘蛛的时候 我给它埋的这个小白药 大概是两个月前埋的 这个小白药 它是内吸式的杀虫器 它的药效有1到3个月 它能很好的预防和杀死 这个红蜘蛛和芥克虫 而这一盆的话就没有埋 所以现在要赶紧给它埋 可以撒在盆堵表面 也可以挖个坑埋下去 像这个一家人的盆 我就给它埋两勺 盖起来 因为它有烂白菜的味道 这一盆也给它埋一点 预防虫害 这盆也给它埋一点 因为这个之前埋的已经是两个月前了 而且最近一直下雨 这个药效走得快 而且它又放在这一颗得了红蜘蛛的旁边 更要让它预防一下 因为这个小白药它是内吸式的 这个药效来的比较慢 所以我还要给它 喷一点这个素效的沙虫药 稀释五百倍 这个叶子的这么大 正反两面都要喷刀 七天之后再观察一下 如果还有这个红蜘蛛的话 再喷一次 这一颗大游行 想让它爬满这两个竹子拱门的话 要的时间比较久 我等不了那么久 因为我想让它早点爬满的话 就可以防止人从窗户爬进来 所以我决定再种一颗月季 就是这个玫瑰国度天使 它开的是这种大花多头的 花香味是那种淡淡的茶香味 非常的好闻 而且它耐晒又耐阴 抗病能力又强 它的枝条非常的柔软 很适合喷爬 所以它是很适合南方正的 这个盆本月季 我的这一颗买了很久了 长了非常多的这个芽 所以迫不及待要给它上盆了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盆月长得快 株形大 所以要用大一点的盆来种 我就用我这里最大的盆 就是这个口径40厘米的控根盆 我还是用这个新通用土来种 之前的月季都是用这个土种的 都长得非常的好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 就可以找到了 再把这个苗取出来 根系还不错吧 把它稍微扒松一点 这样就可以 稍微按一下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给它抹一下芽 像这个芽到时候会跟它相交 而且它上面的话还有一个芽 所以它是多余的给它抹掉 这一个枝条上面的芽实在是太多了 给它抹掉一些 留一些比较壮的 然后间隔比较大的 像这一种的话不要 好 好 是啊 说什么 分手 镇子 带子 怎么样 做什么 什么 说什么 怎么 这个枝条不往这边走 偏偏要往那边长 就给它剪掉去 那么重叠在一起 然后还有这下面这个枝条 没有长牙剪掉去 这个枝条也不要的 这样就清爽多了 这样就弄好了 再把它搬去缓掉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